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猫Kiss Weekly》的时间 我是Ms. Lam 我是Ms. Lam 上星期那一集 我们用了一首儿歌 《Skip to my Lula》 去解释了二段曲式 今集我们会讲一个新曲式 是什么曲式 今天我们会介绍一首儿歌 叫做《Baba Black Sheep》 而它的曲式是三段题 英文是ABA form 听上去ABA form 三段题这几个字 对小朋友来说好像很复杂 是的 当然我们不可以直接跟小朋友说 小朋友我们来唱 不如唱一首《Baba Black Sheep》 而这首歌是ABA form 小朋友跟上星期一样是完全不会明白的 上次说了AB form 其实可以用Percussion 用一些动作加一个Percussion 就是打一个小乐器的形式 因为它会让你明白A段的时候 可能是做一些手部的动作 而B段就是用乐器去敲打 而形成有两个很对比的感觉 小朋友会知道原来A就是这样 B就是这样的样子 而至于今次这首《Baba Black Sheep》 麵包里面 其实我们会用到一个Jingle Bell去代替 即是一路唱的时候 我们就会拿着Jingle Bell去唱第一段 第一段 其实麵包的部分 会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麵包部分 就是那个梅羊人主人 就在问羊仔 羊仔有没有羊毛啊 可以分给我啊 或者分给其他人啊 然后羊仔就说 是的 我有啊 我有三代羊毛啊 那去到第二段 即是那些中间 我们吃到汤寶巴的中间 会吃到什么呢 就是生菜啊 芝士啊 或者一些肉类的东西 那其实吃到中间 我们就会 歌词又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歌词呢 就会说的是 羊仔就说了 哦 一代就给你啦 主人 那我们就用猴猴去代替主人 那去到第二个的时候 就给女主人 哦 第二代给女主人 好了 第三个了 哦 哦 原来我河河的盡头 还有个little boy 那我们不如分给他 那去到最后一层了 又会吃到包 吃到包 其实就会重复到 刚才顶层的面包 那一部分 我们又是用回jingle bell 而这一段 主人就会问回 再问回 哦 你又没有问羊仔了 你又没有一些羊毛可以分给我啊 那羊仔就回答他 一个对答的形式 令到整首歌 就演绎了出来 嗯 好 那我们讲这么多 就 我们不要讲这么多 也不要讲 我们试试一次 听一听首歌 那我会负责是A部分 就是会摇动的jingle bell 用jingle bell 去演绎A part 那Mango 老师就会拿些公仔 去试试B part 好 听一听 一听 他听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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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for my master and one for my name One for the little boy who lives in the land Baba bless it have you and you who Yes sir yes sir free that's true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示板 本來的歌曲會比較長 但我們先將它在中間停下來 很簡單會聽到第一段A段 當我搖動Jingle Bells的時候 主人問羊仔有沒有羊毛那一段 到Megadon才拿著歌曲的時候 每一類歌曲就代表一個人物 這個男主人這個女主人 還有他們河邊有個小男客 會演繹B段 最後我會拿起Jingle Bell去演繹A段 小朋友會用聽的形式和形象化形式 令他們知道第一段就是Jingle Bells 第二段就是有三隻風仔 有三個人文出場 最後也會回到A部分 通過形象化方式 小朋友會加深印象 也會很清晰地知道 首歌的內容在說什麼 如果對一些大一點的小朋友來說 其實對於英文熟悉了 那其實是否會有些Flash Card可以幫助 如果在我們自己教授的課堂裡 當然家長在家裡 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去準備一些Flash Card 我們就會用這些Flash Card去表達 例如這個Master 就是剛才的公仔 接著就是DAM DAM就是女主人 最後就是這個 Me Too Boy 住在賀美的小男孩 用Flash Card的好處 就是會有些英文字在下面 還有圖像也會很清晰 小朋友除了學音樂之外 也可以學到英文 如果家長在家裡沒有那麼多時間 沒有這些Flash Card 亦都需要時間去下載和準備 這樣就可以在家裡 隨便拿幾隻公仔 還有可以買一些小樂器 去輔助小朋友去學這首歌 或者甚至去到後期 到小朋友真的去學鋼琴 或者學一些樂器 他們懂得看譜的時候 其實可以好像我們這樣 叫他們自己畫一個 屬於他們自己的漢堡班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有些畫畫的元素在這裡 其實到他們學鋼琴的時候 見到墳堡 我不是真的只是黑白色的時候 其實他們彈的時候 也會開心一點 練習的時候會愉快一點 最後再說一點 關於這首 《Baba Blackship》的歌曲來源 其實它是一首很傳統的 法國的兒歌 大概在18世紀裡 已經創了出來 所以別人其實都唱了很多年 所以是很有名的 亦都是耳熟能長 全世界都沒有什麼小朋友不知道 其實大家會聽到 其實《Baba Blackship》的旋律 很熟悉 其實原來就是跟 《Tringle Tringle Little Star》的旋律 是一樣的 後來莫澤特聽到這首歌之後 他亦都創作了一首 叫小聲聲變奏曲 而將那首歌發揚光大 當家長和小朋友在家裡 唱完這首《Baba Blackship》 或者《Tringle Tringle Little Star》的時候 亦都可以去Youtube下載聽到 聽到莫澤特的小聲聲的演奏曲 或者買CD回來聽 就可以是一個途徑 或者是一條捷徑 令到小朋友欣賞古典音樂 Manga老師有沒有補充呢 我的補充就是 接下來是暑假 大家都會安排給小朋友 其實我們千里音樂藝術中心 都會推出一些暑期藝術班 希望各位家長 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去我們的MileCaseMusic.com 上面有所有興趣版的資料 收費、相同的時間 歡迎大家打電話來查詢 或者你在5月31日報名 5月31日之前報名的話 其實也會有很多優惠給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這集的內容 下星期見 拜拜